夜市上三元一层的红油烤面筋 非常的火爆 慎受大家的喜爱 其实它最关键的就在这一勺红油酱料上面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好 我是关乡熊陈老师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讲解 首先咱们先做一个红油 准备洋葱大葱生姜香菜 这个蔬菜的话 总量咱们准备上150克左右就可以了 锅中咱们先加入1000克的菜籽油 凉油下入咱们这个配菜 然后开大火 先将这个油温给它升起来 咱们在这个红油的时候 最好选用这种菜籽油 因为菜籽油的话有独特的香味 再一个粘稠度比较高 咱们更容易挂到咱们这个面筋上面 油温升到150度 咱们将火给它调到这种中小火 保持这个油温 慢慢的给它沁炸 这样才能将这个蔬菜里边这个香味 给它炸到这个油里边 咱们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火不能太大 如果火太大的话 这个蔬菜立刻就炸糊了 那么就起不到这个中香的效果了 一边炸 一边给它搅动一下 让它速热均匀 最后咱们炸到这种色泽金黄 蔬菜的香味也已经炸出来了 咱们把火给它关掉 然后将里边这个蔬菜 全部给它捞干净 给它打捞出来 接着咱们开大火 将这个油温给它升到240度 这一步咱们主要就是去除 这个菜籽油的腥味 等到咱们这个油冒这个大烟 这个温度已经到了 咱们把火给它关掉 然后将油温给它降到170度 我们在做辣椒油的时候 这个油温特别的关键 如果油温太高 辣椒就炸糊了 那么做出来这个辣椒油 它就会发火 如果油温过地 那么又炸不出辣椒这个香味 那么我们做出来这个红油 它就不香 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一定要掌握住这个油温 好了 咱们这个油温已经降到170度的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芝麻 30克的芝麻先给它放进去 给它搅动一下 把芝麻这个香味先给它砸出来 砸到这种芝麻微微的发黄 全部飘起来以后 咱们下入细红的辣椒粉100克 这种辣椒粉的话 就是我们陕西的青椒 它这个主要是用来增加这个颜色 给它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油温基本上已经降到150度了 咱们下入10克的香料粉 这个详细的比例 我会打到这个屏幕上 方便大家保存学习 再次给它搅拌一下 将这个香料的香味给它炸出来 背后咱们加入10克高度的白酒 激发出这个辣椒的香味 好了 再次给它搅拌一下 咱们这个辣椒油就做好了 咱们给它盛出来 到了碗里面 等到咱们这个辣椒油 大概温度有100度的时候 咱们放入15克的盐 8克的味精 8克的鸡精 5克的白糖 5克的鲜香王 5克的这个麻辣鲜 最后再放上5克的这个花椒粉 然后咱们直接给它倒进去 然后再加入100克的混合芝麻酱 50克的花生酱 50克的蚝油 20克的猪猴酱 最后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咱们这个红油酱料就做好了 做好的红油酱料 咱们用保鲜膜给它封起来 焖上12个小时 让所有的酱料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这样就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看一下这是咱们放了12个小时以后的酱料 看一下这个颜色 颜色红亮 酱香味也特别的浓郁 然后咱们给它搅拌一下 下面这个酱料全部给它搅起来 搅拌均匀以后 把我们的红油酱料 浇到咱们这个面筋上面 一定要给它浇均匀 好了 浇均匀以后 咱们把上面这个油给它控一控 好了 接下来咱们上烤楼 开始烤制 刚放上去以后 咱们给它翻一翻 给它烤一烤 好了 翻过来 看一下 烤到这种表皮滋滋冒油以后 咱们撒上一点自然粉 然后再撒上一点辣椒面 最后撒上一点熟芝麻 好了 撒上芝麻以后 咱们稍微再烤一会儿 这样咱们这个烤面筋就做好了 看一下咱们烤好这个烤面筋 颜色红亮 酱味浓郁 是不是特别有食欲